- Please enjoy it! Hi 各位大家好 我是Min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No Makeup Makeup 就是 假素顏真騙人 就是你想要畫出一種 若有四五五 想說朋友看到你說 喔 你皮膚好好喔 你根本沒有化妝 所以呢今天要教了你們 大家一些 不被發現的 有化妝的騙人小技巧 這是善意的騙人 所以是ok的 那我就開始吧 你想要呈現一種裸素顏的感覺 所以你的肌膚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首先呢我會用紙面膜 沾取青春露 然後濕膚再整臉 剩下的精華不要浪費 帶到你的脖子 我使用的SK-TULE激光換白精華液 這一個呢可以讓你提升臉部的光澤 接著呢是眼周的護理 KONI的舒緩筆 它其實頭是那種像滾珠的形狀 它在按摩眼周的時候 會比你用手按摩還要容易許多 因為有時候用手按摩啊 不小心會太大力 其實很容易拉伸肌 可是這舒緩筆 在你的臉部的周圍會非常滑順 按摩眼周可以讓你的眼周的血液循環比較好 比如說你早上起來眼睛有浮腫啊 這樣按摩之後眼睛就會變得更有神更漂亮 今天乳妝我會使用的量 再多一些些 因為我想要在化乳素顏之前 加一些按摩的過程 就是促進血液循環 讓之後的底妝真的會更加的補貼 彩妝的部分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個 我覺得蠻重要的姿勢 一定要輕薄慢 慢功粗細貨 因為你想要讓你的肌膚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又不想要看起來有妝感 就是要慢慢來 使用EDL的primer 它是有非常非常細小的珠光 讓你的臉變得能自己抓光 單單上完這個之後 臉部就會提亮很多很多 接著呢 我是在使用我最喜歡的 好萊塢秘密的遮瑕 它非常非常水潤 先沾取粉紅色最深的這個顏色 沾一點點 然後用手搓熱 這樣它之後在你的眼周的時候 就可以少少的 然後輕輕的拍在眼周 這樣子你的眼周四張非常非常小 可是又可以達到遮瑕的效果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慢慢的增加 那就是慢慢來 那接著是粉底 那今天我選擇的粉底是MAKE UP FOREVER的水凝乳 它的質地非常非常的水 也非常非常的輕薄 再加一些保養的成分 這是臉部專用的護理油 在這個裡面 在用手的溫度輕輕的把它拖開 點在整個臉部 用MAC的鬆粉刷打圓 讓所有的粉底均勻的塗抹開來 我很喜歡用粉底刷是因為 髮際線的部分啊 跟耳際這邊其實是很容易很暗的地方 所以我喜歡用這種刷子呢 可以就是深入它們 就比較好上 讓你的粉底可以真正均勻的塗抹在全面 所以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人 不適合使用這種臉部專用油 那你也可以使用自己常常使用的精華液去做搭配 只是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屬於混合性肌膚偏乾 所以我使用這種保養油在臉上的效果會很好 就是會讓你的肌膚有光澤 理髒同時又有保養的效果 是不是很棒 還是覺得你的下眼睛地方還有一些你覺得 還不夠 我想再遮瑕一點點的時候 我選擇粉紅色 比較淺的那個顏色 一樣 就是稍微搓揉在手指頭上 再上在你覺得最黑的那條線上 它使用的是Nurse的這個粉餅 它是白色的 而且其實它本身有非常非常細小的光澤在裡面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 它的光澤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上起來可以讓你的臉 其實摸起來有點霧面 可是看起來又是有光澤 你妝的顏色已經很完美 是你想要的顏色了 所以你不想要在你上蜜粉的時候去改變它的顏色 如果你也許你用不小心太淺的蜜粉 會讓你的臉看起來上面去 或是太深的蜜粉 會讓你的臉看起來變得反黑 所以我覺得透明的蜜粉是最佳的選擇 大家有沒有看過自己 運動完之後那種臉頰那種泛紅氣色 其實你有發現嗎 就是你的臉部透出來那個顏色是紅色 它是紅透出來然後看起來有點粉粉的 所以我今天使用 Oreal的這個霧面唇膏 點在兩頰 輕輕的推開 再用剛剛的粉底刷 輕輕的打圓在這個地方 讓你的顏色是包覆在你 由內而外的透出來 它就會非常的自然 眉毛部分我一樣使用 我最喜歡的快乾睫毛膏 那這次我是有點讓它往上梳 讓你的眉毛很像站立的感覺 可以讓你的眼睛更有神 再用眉筆補一點點顏色就可以了 記得你在使用眉筆的時候 盡量抓端一點點色色就比較輕 然後比較不會有線條感 那接著是眼妝 等咖啡色的線筆 上在非常睫毛根部的地方 不是裡面的內線喔 是睫毛根部 然後讓你的睫毛的地方 看起來非常的豐滿 用膚色眼線筆 上在下面的水線的地方 你的水線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眼睛就會看起來更明亮 這次不用把你的睫毛非常非常的捲翹 它的捲翹度就是自然 差不多一兩次就可以了 不想要讓我看起來有上睫毛膏的感覺 所以這次我的睫毛膏 只要撐在眼睫毛根部的地方 輕輕的刷 可是不要把它拉出來 就是立自己的刷在睫毛根部的地方 讓你的睫毛就是看起來又更豐滿 撐住之後它就比較不容易掉下來 讓你的眼睛一整天都會很有神 那接著使用默色的唇線筆 上在嘴唇周圍 唇線筆也是一個非常好 遮住唇周比較暗沉的地方 然後又不會乾色的方法 再來我會使用剛剛的霧面唇膏 用手指頭指腹輕輕沾在嘴唇上 讓你的嘴唇的顏色也是非常自然的紅色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LIKE 還有記得訂閱頻道 希望你會喜歡聽聽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